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同学们一起对图像 声音是如何编成二镜子板的内容进行复习整理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第三课 信息编码实例2 上节课我们复习了字符编码 这节课我们将复习图像编码和声音编码 图像编码我们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如何区分位图和矢量图 位图的编码方法是什么 如何计算位图的存储数据量呢 关于声音编码 我们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 声音是如何编码的 如何计算声音的存储数据量 今天我们主要就这些问题和要点展开复习 复习回顾一 图像编码 计算机中的图像一般分为两大类 位图和矢量图 那么如何区分它们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它们的特点 先来看矢量图 无论放大缩小或旋转 都不会失真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老师我知道 这是由于 矢量图使用直线和曲线等属性来描述的图形 它们都是通过数学公式计算获得的 正确 所以矢量图除了这个特点外 它的数据量也比较小 我们再来看一张位图 和矢量图相比 很明显 它的色彩层次丰富 图像效果必争 但放大后 它就没有矢量图那样的放大效果了 而是看到了很多一个个的点 像这种特点的图 我们多叫位图 那么位图的一般格式常见的有 BMP GIF TIF JPG的 那位图放大后 为什么会看到那么多一个个的点呢 这和它的编码方法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位图的编码方法 位图 它是把一幅图画 按照行列分割成许许多多的点 每一个点成为一个像素 请大家看这幅图 一行分割成16列 一共有9行 那它的分辨率就为 列数16乘以行数9 总共有144个像素 再来看这幅图 一行分割成32列 一共18行 那它的分辨率就为 列数32乘以行数18 总共有576个像素 还有这幅图 一行分割成64列 一共分割成了36行 那它分辨率就为 列数64乘以行数36 也就是有2304个像素了 同学们 你们比较一下这三幅图的效果 是不是很明显的区别啊 分辨率越高 像素越多 图像就越清晰 那么对每个像素上显示的颜色信息 又是如何用二进次数表示的呢 这个问题解决了 整幅图像不就可以用二进次数表示了吗 所以下面我们重点来复习这个问题 也就是用几位二进次数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呢 大家请看这幅图 它有黑和白两种颜色 如果用0表示白色 用1表示黑色 那么用一位二进次数就可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了 这幅图 这幅图每行有八个像素 一共八行 所以总共有64个像素 那么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就多用一位二进次数来表示 这样就完成了对这幅图像的编码 再来看这幅图 它有四种颜色 那一位二进次数肯定就不够表示它们了 所以我们用00表示白色 01表示红色 10表示绿色 11表示蓝色 那么就需要用两位二进次数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了 而这幅图像 每行也是八个像素 一共八行 所以总共有64个像素 那么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都用两位二进次数来表示 这样就完成了对这幅图像的变码 好 听老师讲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一起来算一算吧 下图所示的颜料盒中 有16种不同的颜色信息 如果用二进次数来表示它们需要几位呢 小达同学 你来分析回答一下吧 好的 因为二的四次方等于16 所以需要的二进次位数是四位 正确 小达同学用了二的四次方来计算 这很好 用二维底数 用二进次位数作为子数 运算结果就是能表示的最多的颜色数量了 在计算机中我们常见这样的调色方法 哪位同学来分析一下这种方法是如何来表示颜色信息的呢 能表示颜色信息的数量又有多少呢 老师我知道 它是利用红绿蓝光学三原色的原理进行调色的 我发现每一种原色 对应的值最小零最大都是255 而255正好是八位二进次数的最大值 可以看出每种原色 用八位二进次数 0到255 表示了从浅到深的256个等级 调出来的每种颜色 就需要用24位二进次数来表示 所以能表示的最大颜色数 就是2的24次方 回答正确 通常用这种方法来表示颜色信息的位图 我们称为24位位图 好 我们小接一下 表示颜色信息的二进次位数 以能表示的颜色数之间的关系 用一位二进次数 可表示的颜色数就是2的一次方 两种 用四位二进次数 那么颜色数就是2的四次方 16种 用八位二进次数 就是2的八次方 256种 用24位的话 就是2的24次方 那如果是n位的话 就可以用2的n次方来计算了 所以二进次位数越多 能表示的颜色数 就越多 图像色彩就越丰富 那如何计算位图的存储数据量呢 我们来看这幅黑白两色的BMP位图 要计算它的存储数据量 一般我们需要知道 它的分辨率是多少 也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像素呢 用几位二进次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呢 如果这幅图像的分辨率是800乘600 那么一共就有48万个像素了 因为这幅图像是由黑白两种颜色组成的 所以根据前面的复习 我们知道需要一位二进次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这样把分辨率800乘600 再乘于位数1 就是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了 大家注意 计算结果的单位是bit 理论上还可根据不同存储容量单位之间的数量关系来进行转换 如除以8 bit就转成了字节 再除以1024 那单位就是千字节了 我们再来看这幅16色的BMP位图 要计算它的存储数据量 同样我们需要知道 它的分辨率是多少 一共有多少个像素 用几位二进次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的呢 那如果这幅图像的分辨率是800乘600 那么一共就有48万个像素 而这幅图像有16种颜色组成的 那根据前面的方法 通过计算 我们就知道要用四位二进次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了 同样的把分辨率800乘600乘以位数4 这样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 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同样注意 结果单位是bit 理论上再根据不同存储单位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转换 好 接下来大家再练一练吧 一幅256色的BMP位图 以其他的属性表 录下图所示 那理论上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 为多少千字节呢 小雅 你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道题吧 这是一幅256色BMP位图 2的八次方等于256 所以就需要八位二进之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把这幅图像的分辨率800乘以600 再乘以8就是它的存储数据量了 因为结果的单位是bit 所以需要除以8 再除以1024 最后结果是468.75千字节 正确 大家别忘了单位的换算哦 关于位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大家再来练一练 一幅24位BMP位图 以其他的属性表 录下图所示 那理论上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 又为多少兆字节呢 这道题 我们请小月来分析解答一下吧 好的 这是一幅24位BMP位图 所以是用24位二进之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而这幅图是分辨率800乘以600 所以把800乘以600 再乘以24 单位是bit 然后进行单位换算 除以8 转成单位字节 再除以两个1024 最后结果约为1.37兆字节 查看他们的属性表发现 他们的文件大小 却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两幅图 多是24位位图 那请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两幅 24位位图的文件的存储大小 为什么都是相等的呢 老师 我知道 因为位图文件的存储数据量 与分辨率和颜色位数相关 他们都是24位位图 那表示每个像素的二进之数位数就相同 从属性表中 可以看出 他们的分辨率也相同 都是800乘以600 所以 这两个文件的存储数据量大小就相等了 正确 同学们要注意 BMP位图存储数据量的相关要素 好 小结一下位图的编码 一幅图像的分辨率越高 像素就越多 图像就越清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所用的二进之位数越多 那么色彩就越丰富 所以 像素越多 表示颜色信息的位数越多 那么存储的数据量就越大 复习回顾二 声音编码 声音是如何编码的呢 大家知道 声音是一种以声波形式传递的 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 通常对声音的编码 常用的方法 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 采集声波的振幅 并将其转化为二进之素序列 也就是通过采样和量化 两个步骤来实现的 好 我们先来复习 采样的过程 我们需要理解两个概念 什么是采样 什么是采样频率 小达同学 你来回答一下吧 好的 采样就是采集模拟信号的样本 而每秒钟的采样样本数 称为采样频率 正确 采样的过程 就是按一定的采样频率 撤得一个模拟量值序列 每秒钟的采样样本数越多 采样频率就越高 采样频率的高低 是声音还原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声音编码的另外一个重要步骤 就是量化 按照一定的采样频率 撤得的一个模拟量化值序列 如何量化它们呢 从坐标准可以看出 模拟量值所对应的量化值范围 是0到15 那么每个量化值 用几位二进之数表示呢 关于这个问题 老师先给大家理一理 二进之数位数 以气能表示的最大数 以及最大的十进组之间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复习 大家对四位二进之数 应该不陌生了吧 它的最大值就是四位多是1 转换成十进之数是15 也可以用2的四次方减1来计算 那如果八位二进之数的话 最大值就是八位多是1 转成十进之数 等于255 也可以用二的八次方减1来计算 那如果是十六位二进之数的话 最大值就是十六位多是1 转成十进之数是65,535 当然也可以用2的十六次方减1来计算 如果是三十二位二进之数的话 那最大值就是三十二位多是1 转成十二次方减1来计算 转成十进之数就等于2的三次二次方减1来计算 可以这样来表示 6用0110表示 7用0111来表示 这样每一个量化值 我们多用四位二进之数来表示了 好 我们来练一下 某段音频的采样点和量化值范围如下图所示 其中一个采样点A的量化值为17 那么用二进之数表示为多少呢 这道题我们请小月来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吧 好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量化值范围是0到255 所以每个量化值都用八位二进之数表示 A点的量化值17 用八位二进之数表示就是0000001 正确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 每个量化值都要用八位二进之数来表示 那么如何计算诊断声音的存储数据量呢 刚才我们讨论了用几位二进之数表示一个量化值 也就是量化位数 这是影响声音存储数据量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数据以外 我们还需要知道采样频率是多少 也就是每秒钟一共采集了多少个样本点 这段声音的声道数有几个 持续的时长有多少秒 这样我们把这四个量乘起来 结果就是这段声音的存储数据量了 注意这个印算结果是bit 可根据不同存储容量单位之间的数量关系来进行转换 好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如何来计算声音的存储数据量 某单音频的采样频率为44.1千赫兹 量化的值用八位二进之数表示 立体声双声道 时长为10秒 那么这个音频文件的存储数据量 约为多少兆字节呢 小雅 你来给大家分析解答下这道题吧 好的 根据计算公式采样频率乘量化位数乘声道数乘秒数 所以计算44.1乘1000乘8乘2乘10 单位是bit再进行单位换算 所以除以8再除以两个1024 最后结果约为0.84兆字节 正确 这题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采样频率44.1千赫兹 计算时别忘了要乘以1000哦 声道数 它立体声双声道 所以是2 还有就是单位的换算了 别忘了要先除以8 new bit 转成byte字节 然后再转成千字节和造字节哦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 某段声音分别采用了以下的方法进行采样和量化 那么存储数据量最小的是 小月 你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道题吧 好的 根据声音存储数据量的计算方法 采样频率越小 量化位数越少 声道数越少 时长秒数越短 那么存储数据量就越小 因为是同一段声音 那么时长秒数相同 所以在比较另外三个数据量找到的最小值是A选项 正确 这题因为是早最小值 所以我们只需公示相关的要素 把这些数据量列出来再进行比较 不用计算出最后结果来 好 我们再来看道题 小明 录制了一个采样频率为44.1000赫兹 量化位数为16 时长为5分钟的 立体声双声道的施朗诵音频文件 在保持这些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为增加作品效果 在原作品上配置了一段背景音乐 那 最后合成作品的文件大小是原作品的几倍呢 老师 这题我来回答 因为声音的存储数据量与声音的采样频率 量化位数 时间 声道数这些参数相关 虽然增加了一段配音 但最后合成作品的这些参数都没变 所以大小不变 是原作品的一倍 正确 所以这里还是要注意 声音存储数据量 它与其相关的要素 好 我们小接一下声音的编码 对某段音频的采样频率越高 量化位数越多 那么 还原的声音的质量就越高 它的存储的数据量也会越大 同时我们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 好 本课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复习 希望同学们加强理解以下几个概念 位图 矢量图 分辨率 像素 采样 量化 采样频率 量化位数等 厘清这样两个关系 位图色彩与二进制位数的关系 声音的量化值与量化位数的关系 并对位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以及声音存储数据量的计算方法 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练习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这两节课我们把有关文字 图像 声音是如何编成二镜子码的方法 进行了专题的复习和整理 希望同学们课后 对这些编码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 再次感悟神奇的零和一吧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